插入充电桩帮车子充电 随着环保意识提高 电动车在世界市场占比越来越高 台湾目标2040年禁售燃油车 各大车厂也都纷纷投入 电动车的设计与生产 路上电动车越来越多 自小客车以及公车逐渐电动化 也让不少业者加入一站式充电市场 我们解决了大部分人的问题 从建站选址到做这个SARS平台 让大家知道怎么样去控制这些系统 再到你的站如何引流大家来 能源大厂推出一站式充电服务 从选址兼职设备管理加上维修 要抢工电动车充电服务 而这间企业的两位创始人 被称为科技门外汉 却能从日本发机反攻台湾 靠的就是换位思考 电动车车主要去充电的时候 它的痛点是什么 第一个就是说它不喜欢排队 第二是它希望充电的时候 能够得到一些 不管是生理上心理上的一些休息 所以在充电的时候 他们会希望有餐饮 有休息空间 有厕所 此外业者还表示 公司推出的充电设备 有一大亮点 就是使用绿能发电 让电动车充的电更加环保 有一些批评者就认为说 现在的电动车 它其实只不过把你汽车引擎的废弃 把它转移到火力发电厂上 我想它是一个全世界的趋势 也是非常鼓励台湾的这些企业 都能够往这个方向来发展 利用太阳能来建置充电站 甚至瞄准眼下的供电市场 业者不仅参与电动车充电市场 也进一步要卖电给企业和政府 成为环保的电力公司 明日新闻五任于程盛汉台北采访报道